王国威在人间词话说 古今之城大事业 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一带见宽 终不悔 未宜萧德 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 此第三境也 第二境界我们已在刘勇的蝶恋花 一篇中讲过 今天讲第三境 星期级的七玉案 元熙 雌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鱼龙舞 额尔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 这首词题为元熙 描绘了元宵佳节 满城灯火 游人如云 彻夜歌舞的热闹场面 继续了一对异中人 长街巧遇的情景 词中那位独立灯火蓝山处的女子 也许并非时有其人 不过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作为一首婉约词 这首《清玉案》与北宋婉约派大家 艳书和刘勇相比 在艺术成就上毫不逊色 词从开头起 东风夜放花千树 就极力渲染 元宵佳节的热闹景象 火树迎花 斗艳争奇的瑰丽画面 五光十色的彩灯 坠满街巷 不计其数 好像一夜之间 被春风吹开的千树繁花一样 又如满天星斗被风吹落 四万滴晶莹的水珠 洒在夜空 词中没有直接描写人物 而是通过车马 道路 乐声和队伍等画面 烘托出游人 繁盛 气氛热烈 场景壮观 贵族之家的宝马雕车 驶过来了 在他们经过的路上 散发出阵阵浓郁的香味 清脆悦耳的笑声 在夜空中回荡 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月亮已经西沉 可是大街小巷 还在表演着各种各样的灯舞 一定要玩个通宵达旦 作者在上片极力描绘 袁熙繁华热闹的场面 是为了反称截片那人 自甘落寞的孤独情怀 过片写元宵关灯的女人 她们穿着美丽的衣服 戴着漂亮的首饰 欢天喜地的朝前奔去 所过之处阵阵暗香 随风飘来 主人公走遍大街小巷 穿过熙攘的人群 东愁西望 焦急万分 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着 意中之人 忽然回头一看 竟在那灯火熄落的 僻静去处 发现了她 惊喜之情 溢于言表 全此以和完的比调 优美的意境收束 给读者留下 回味和联想的广阔余地 情运深长 引人入生 这首词是 嫁宣词中 属于婉约风格的 作品之一 作者笔下那人 不目繁华 自甘寂寞 与世人情趣大义 是一个赋予象征性的形象 词人对他的追求 寄托了深刻的寓意 表达了 不愿随波逐流的 美好品格 梁启超曾评论说 自怜忧毒 伤心人 别有怀抱 这是很有见地的 导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